保温杯里泡枸杞 长期喝身体会有什么变化 中医一次给你讲清楚 枸杞作为一味补需要 能够补肝肾 性自有比较平和 所以用它来泡水补身体 又不容易上火 那长期用枸杞泡水喝 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能够改善眼干眼色 眼睛昏花看不清楚的情况 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 我们的眼睛如果是灯 那肝阴就是灯油 如果没有了灯油的润滑 是不是就容易干 那灯油不够 灯是不是也不亮了 所以肝阴不足的人 就容易出现眼干眼花的情况 而枸杞子呢 刚好具有滋补肝肾阴亏的作用 第二呢 经常腰栓背痛的情况 也能得到缓解 我们腰这个位置呢 中医说是肾之腐 平时受到肾气的滋养 所以肾气亏虚的人 就容易出现腰背栓软的情况 那枸杞子我们说入肾 肾气充足腰吸就有力了 第三可以改善耳鸣的现象 平时有耳鸣耳朵里经常翁翔的朋友 经常用枸杞泡水喝 情况也会改善 中医说肾开窍于耳 我们的耳朵也是靠肾气 肾经的滋养 才能正常发挥功能 如果你存在肾气 或者是肾经的亏虚 就容易出现耳鸣的问题 最后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早泻等功能下降的问题 在中医看来肾煮风肠 敏感 异泻使肾气不足 固涉功能失常 而肝煮中筋 软而不肩 大多是肝的问题 所以男性朋友的功能下降 都跟肝肾不足有关 而枸杞呢 具有不肝肾的作用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枸杞泡水对身体的好处 但是要提醒大家 枸杞不应血 一应筋 如果本身脾虚失肾 就不适合了 大家明白了吗 谢谢大家